好 还有我跟大家讲 7月19号 这个以色列特拉维夫 发生了巨大爆炸 这是有画面的 大家看到 那个爆炸还真的很大 是一栋大楼 造成了七个人受伤 那以色列国防军讲 这是空中目标坠落 所引发的爆炸前 没有触发这个防空警报 炸到了一个一栋大楼 好 财经的部分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 五月份的最新数据 你看到前两个 这个美国的大债主 日本跟中国 大致这样讲 集体卖美债 集体抛美债 日本卖了220亿 220亿美债 连续两个月 连降两个月 那中国是减持了 24亿的美债 那英国 加拿大 爱尔兰是增持 这些都是跟 这个美国的好朋友 好兄弟 那另外呢 Swift也发布了 最新报告 就是六月份 在全球支付的 货币排名当中 人民币 它的这个 曲线又起来了 来 我们有一张图吧 那个图调给大家看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下 在这个全球的 这个人民币支付 从2023年 2024年 这两个年度 2023年 从下半年来看 有没有 它的曲线是一路上升 2023年最高的时候 是大概10月 11月的时候 飙到4.61% 那2024年最高峰呢 大概是3月的时候 飙到4.69% 后来稍微有下来一点 那现在又起来了 当然了 它还是没有办法 跟美元比 但是从这个曲线来看 有没有 从这边的 2023的7月 你就看到 到这里 一路上升的态势 非常快 所以帅将军怎么看 第一个 这个美国现在 这个金融作战 搞得全世界都很不爽 你像日本跟 中国大陆 都在卖美债 那只有靠G7的 那几个有盟国家 在买 那现在这个上核会议 金砖会议 这些都是跟 中南美洲贸易开通 人民币的交易就大增 人民币交易增加 它当然持有率就会增加 因为很多国家 已经对美军 有点恐惧感 你可以没收 俄罗斯的所有外资 对不对 那沙烏地阿拉伯 心里面有没有害怕 我沙烏地 这个阿拉伯这些联盟国家 到处在世界各地投资 那到处被美国 没收怎么办 它当然会转移嘛 何况 中国大陆现在是什么 市场多 非洲市场也在它手上 中南半岛市场也在手上 中东市场也在手上 南美市场也在手上 这几个地方市场 都比美国 在当地的市场要有利 那换句话说 我要是有钱的国家 我投资金砖或者上河 在这些市场里面 就可以站住脚 可以赚到钱 那这些市场里面 用人民币又是很方便 所以这个人民币的 持有率会增加 当然你没办法跟美国比了 美国在全世界 几千家银行 都有跟它有 但是已经撬动了 过去的那个局面 现在大家都觉得 第一个对美金的信心 有问题 你连准会不要限制的 这样印 爱印多少印多少 美国国家心里 怎样怎么办 所以算上去预测 那个曲线还会再往上 还会涨 对不对 人民币还会涨 因为金砖的一个 现在金砖跟上河 要慢慢发挥作用 沙古地阿拉伯这些国家 钱一定是往里面放 对不对 往这里面放 一定放出去 做生意嘛 而这些国家来往 已经用人民币 所以人民币还会往上升 这个是趋势问题 那李将军你看 日本卖220亿的美债 这个日币 后来又谈回来 对不对 昨天是什么 所谓的最苦价格 我觉得日本卖美债 是理所谈 他就自己的日元 日元现在那么惨 他现在只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卖美债 把自己美元 把日元买回来 对不对 才可以救日元 不然的话 他现在日元来讲 崩跌到这种程度 可是我个人认为说 日本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被美国有压力债了 这东西可能是 只能就一时 但不能就长久 因为日本来讲 那中国来讲的话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我觉得中国是在一种 就纯粹就是操作 就是你如果掉下来的话 我就去接一点美债 对不对 但你账上去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 中国是在这个减值美债 然后增加它的黄金的储备 我觉得这个 那另外我讲的特拉维夫 我觉得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以色列自己的飞机砸下来了 自此的飞机 因为如果说这是火箭或飞弹 对特拉维夫攻击的话 以色列自己有铁熊系统 它一定会发射铁熊系统去拦截 那突然天空掉下来一样东西 极可能是自己的飞机 对不对 因为在返航的途中 故障或者是受伤或干嘛的话 在这边坠落 所以特拉维夫以色列来讲的话 它没有很明白讲什么事情 但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是 曾祖长这时候对特拉维夫 因为我的想法是说 因为你看那个画面 那个真的是被打中了 而且蛮大的 不像无人机爆炸所 产生这么大的 主要是以色列的反应很平静 对 就可能很 我的研判 当然很可能是以色列自己的战机 因为战机你不管怎么样 总是会有故障 会有抛锚或者是受伤的时候 是不是他自己的战机坠落 那如果说是曾祖长 我觉得这时候来讲的话 曾祖长大概也不至于 会对特拉维夫 发动火箭的攻击 这样的话引起这个移阿之间 那边已经中途一触即发了 没有必要在这时候 只是单一的用一个火箭 去攻击特拉维夫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特拉维夫很可能是 以色列自己的飞机故障 或者是说被这个击中 或者怎么样 这个然后坠落在这个地方 造成这个爆炸 应该是飞机的 飞机自己飞机事故造成的 所以以色列才会这么低调 对平静嘛 因为照以前的话 就开始有没有威胁 对啊 然后我让这个丽将军接着讲 就是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不是这个飞了12个小时 飞到纽约去主持 这个安理会辩论会吗 因为他是这个轮值主席嘛 所以在前面 他有20分钟的演讲权 20分钟当中 前15分钟都在骂美国 把美国臭骂了一顿 然后另外呢 这个美国 这个跟50个国家 发表了联合声明 说莫斯科发起的辩论会 是明显未善的表现 双方你来我往交锋 非常的激烈 首先我们稍微讲到了一下 这个亚美尼亚高加索国家 那很特别 你看到有一个讯息说 之前就是说他这个 抛弃标题很惊悚 抛弃俄罗斯 跟美国展开了这个联合军演 那还有个讯息说 美军将在亚美尼亚的 国防部工作 可以直接进到 亚美尼亚的国防部 就等于说把大门打开 美军长驱植入是吗 那美国副国务卿说 我确认这个消息 是 有这件事 那路透报道 亚美尼亚的总理 要证实要退出 俄罗斯所领导的 集安组织 还没有正式宣布 但据说已经证实了 所以这就是说 美军的这个势力 完全进来 对于这一代的这个 这个整个态势会有什么影响 普丁会允许吗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